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邱医来了 我变美了 大家好 我是邱医师 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的是要当心 肥胖的新冠肺炎患者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这个是由医学统计显现出来的资料 根据医学文献的报道 在2020年一直到2021年这个年度当中 他们发现新冠肺炎导致肥胖人口明显的增加 那么在以往我们就知道肥胖患者本来就是有一定的盛行率 当然各个国家统计的比例不一样 但是一般来说女性大概是11% 男性大概是15% 就是表示在总人口当中肥胖的比例 但是经过了一年的新冠肺炎之后 他们发现这个比例明显的增加 女性从11%增加到25.3% 那么男性从15%增加到42.4% 也就是说女性大概增加了2.3倍 男性增加了2.8倍 这个是一个很吓人的数据 为什么 我们很担心在新冠肺炎过了以后 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大流行的是肥胖的大流行 那么肥胖也会导致公共卫生的问题 导致寿命减少以及慢性病增加的问题 所以这也可能是大家未来要关注的话题 好结果我们讲医学文献就研究 为什么新冠肺炎的流行导致肥胖的人口增加 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行动受限 第二个就是经济问题 第三个就是疾病导致 什么原因导致行动受限 我们知道因为新冠肺炎 不但你被匡列或者是被确诊隔离 你就被匡在家里 在家里的时候你就行动受限 你不能出去运动 在家里运动也不方便 对不对 所以运动量明显减少 再加上食物吃的时间更多了 你每天无所事事 想到的就是要吃东西来疏减你的压力 再加上新冠肺炎导致的这种情绪的紧张 会让你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还有你有可能会有喝酒的问题 借酒来交愁 这些问题都会导致一个人容易发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看减肥门诊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医师那边获得帮助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人一旦被匡列被隔离 你失去了工作 失去工作收入会减少 对不对 收入一旦减少 你就无法去买一些比较贵的营养食品 你可能就是吃一些比较不健康的 价格便宜的垃圾食物 对不对 另外一个原因不但是收入减少了 而且物价的上涨 也导致你无力去购买健康的食品 最后一个就是疾病导致 我们不管你的症状多严重 只要你有新冠的症状的时候 我们知道你的运动功能就下降 呼吸就比较困难 所以你当然也不可能在家做什么运动 好接下来我们谈谈说 那为什么这些肥胖的人呢 他容易得重症 其实主要有五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可能会容易有糖尿病的问题 肥胖的人容易有糖尿病 这个大家都知道三高症嘛 对不对 再来你可能心脏功能比较差 因为一旦血糖血压血脂升高以后 你可能会有血压升高 冠状动漫硬化的问题 导致你心脏病容易发作 第三个就是你肺脏功能变差 我们知道肥胖的人 他的呼吸功能 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重止症 以及他的肺功能 会受影响 再来就是他有慢性发炎的问题 我们知道脂肪细胞会引起全身的慢性发炎 所以会导致全身有发炎现象 自由肌的侵害会让你容易身体受损 最后一个就是代谢异常的问题 所以这五大原因导致肥胖的人 容易引起新冠肺炎的重症 不但是重症比例增加 住院比例增加 甚至连插管以及死亡的比率都增高 所以怎么样避免肥胖导致新冠肺炎的重症呢 当然就是要把你的体重控制好 怎么样把你的体重控制好 就是要锁定我们 秋一来了我变美的频道 里面有教你如何控制体重 让你维持良好的体重 进而让你健康能够促进 避免新冠肺炎的重症 加油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能什么 赶快加入吧